12月27日早前推出首张大跌后 销量超过一万五千张的黄宗泽举行了庆祝记者会 公司高层特别送上景唱片给他 他坦言最初都没有想过会获得金唱片 有暗值他的唱片销量赢过了胡信尔 黄宗泽泽表示希望大家都继续努力 希望未来做到个歌影视三期艺人 每一种工作我都有一种不同的心情去对待 比如说唱歌的话就会 就是on stage and enjoy the enjoy the stage的感觉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演戏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每一种东西我都喜欢 唱片在马来西亚推出后 当地歌迷会的会员增加了不少 黄宗泽子表示第二天就要到马来西亚 宣传唱片同大马的歌迷去会 年头的时候已经承诺过 我会去马来西亚做这个唱片的宣传 还有去见他们见那个fans们 所以一定要去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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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